还是打到后面更有用 哦 秒锁了贾克斯 武器大师 这个赛季威伍的第一把贾克斯 这个英雄 上次跟腿哥解说问了一下 腿哥说没有了神分 打剑魔其实没那么好打了 不过剑魔现在可能还是打贾克斯方面 我看出的可能这种战时装备会毒一点 就是你只能背负出那种本天 你不能直接裸穿甲了嘛 或者还是有直接出亵渎九头蛇的 就他足够自信 他直接限度九头蛇搞对线 那个确实得对线有优势 对的 你得抓到人或者能单杀 这个训绝步法挺有理解的 现在那个玩法是跳上来触发训绝步法 然后你那个反击方法更容易晕倒 但是被瞪回来了 这一下疼了 回家了 塔刀检测 这个必捕不到 没事 再重置一个 再A一个 再A一个 这个出手有点慢 后面两个没补到 两补两补挺好的了 我就给大家说那会儿蟹优先机高到什么时候 就是LCK计分板上会显示一边吃了多少只河蟹 就打野吃个蟹 对就那个河蟹 就是你看现在显示虚空巢虫那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蟹的标志 然后有个技术 就是哪边吃蟹吃得多 哪边就优势大喊那会儿 又拉回来了 这边打得很赚啊 要打散了 被吓出闪现了 这波不敢赌 你如果赌这下Q2中了你就要死 明显也在野区带来了盲森位置的讯息 这边帮忙打完之后 应该是想给卡拉威一点时间的回防 突到了 牛头可以隔下二连 但是伤害并不够 敲铃铛 跟闪现 卡拉威来了 又是你 4-4 这个口子 其实是知道造型在野区的 这个位置 颜确在往下赶 选择了交梯 这是贾克斯的 能不能杀到人 明显先把自己顶回去 造型三枪挑飞了横 把牛头给救了下来吗 stay这边过来 一个漫无手雷 拿到了牛头的人头 而且杀黄眼支援过来 一个推把卡拉威推回了河道 这一波繁衍卡拉威 是付出了两个人头的代价 还要来吗 卡拉威 主要他6级 剑魔有闪 摸眼R闪 踢回来好像杀了 摸R闪 R闪 一样一样一样 别管机就是杀被杀 确实杀了 后面卡拉威也到了 没杀掉 这样卡拉威来了 打出I1D的一个闪现 威威尔的跳队友 能走吗 卡拉威这边W戳住 再E上去 卡拉威还有R的 A两枪 牛头有一个海克斯闪 还闪过来 眼圈也到了 二连 二连完之后 直接配合上卡拉威一个W 拿到三杀 这波横真的粗糙了 太堵了 主要这边伤的是 你看 他摸这个冰 你看 他摸这个冰 对吧 摸冰R闪吧 但是这波也有可能是 你摸过去 他直接交闪 也有可能 确实 他Q远程冰 刚好也过去 但是伤害就是不够啊 没这个Q 感觉也有 R闪角度不够好 如果在正后面 能操作一下 总而言之炸了 炸了 凯拉比是刷完野怪的 他把那个蓝buff打完 是过来的 是的 过来一个W 哎呦 两个头 这就是大哥呀 你只要 你一局只能用一次 就是你先不学啊 跟艾克的那个一样 对 藏影子 哎 这个位置 亦不能撞墙哦 没问题带回去 但还是被盲层先Q到了 开出大面应该也死了 这一波横的回旋踢 看看后续 牛头WQ闪 直接顶三个人上墙 横先是被带走 这个口子延续的撒石阵太恐怖了 卡丹尾开着幸运护卫 抗对面所有人的伤害 交一个闪现先拉扯 牛头这个位置 大招已经持续之间结束了 而且进来了 牛头临次以前Q了一下 帮助卡丹尾再杀两个人头 卡丹尾这个位置能夺子弹吗 被傻黄推了一下 空中被戳死 瘋瘋拿到这个大人头 在什么第一的一场率 他在百分之百 那才恐怖好吧 维吾尔的直接武器大师 开武器大师了 追着锤 这血量有点残 自己的辅助也来了 牛头这个位置 走位没有被晕到 泰坦闪现过来 盲森一脚 直接把牛头踹回去 牛头开启自己的坚定意志 但是恶火苏联这个位置 想帮他一下 没有帮到 牛头这边要被脏杀了 最后这Missi 被Waver直接带走 总有一路是空的 这上路放空了呀 开机跑了 很无稳啊 一下都不想被你AA 三四个人就抓单 直接跳 直接跳 高子哥 扭掉了 感觉要被单杀了 贾克斯跳展跳展跳展 直接单杀 这样AD确实得帮一下的 对啊 直接出去就直接跳了 高子哥这个E 没想到他会直接跳 所以一般想不到 这种直接跳你的 对啊 等一个跳展 直接单杀 而且很细啊 他一开始没有急着扛塔 他是等了一秒才进塔的 那路又开始慢慢补点尾道 哎 勾到牛了 直接交踢 炎雀也过来 TP下来的 TP上来的 FoFo 这边卡丹威戳到了 卡丹威吃了一个盲僧的Q 矮王帝先倒 卡丹威这个幸运护卫 非常的肉 盲僧临此前踢了一张 把张鑫踢到沙皇脸上了 FoFo 只能交产飘上去了 怎么个事 哦 刚刚回放的时候 下路又搞了一波FoFo 打了E 刘莎一星被打了 那没了 人头也是给到牙膏 嗯 而且再打晚一点 炎雀有风度的 大招 看一下 知道在打了 龙 两千血 Q到下去 空中已经被逞掉了 而且又被撒十阵 云主直接接一个炎兔 一个推推回了卡丹威 但卡丹威顺势接 戳到太坦的脸上 Stay已经放回了自己的四枪大招 牙膏坐高铁来到了 在他们的蜂蜂面前 没有技能 在自己的杀兵面前 疯狂走位 还是被维鲁斯一键穿心 而且Stay也被留住 Stay这个位置有闪现的 不想交闪 卡丹威好像并不想放过他 牛头Q闪 叫你不交闪 直接配合卡丹威再拿一头 卡丹威还能挺身出塔 诶 野区看到横了 AQ起手 等你摸眼 再戳上去 牛头接二连 虽然伤害不够吧 而且让牛头卡 帅是真帅啊 勾到了沿途突回太坦 太坦先把自己的大招给交了 但是在撒身上感觉走不掉了 卡丹威再戳进去 心悦护卫开出来 哇 卡丹威这一波 扛了十下防御塔 将近 他走出去了 他走出去了 维吾尔的又想单杀 跳上来 剑魔有一个风龙的地形 直接 感觉贱人就能捅啊 他贱人就捅的呀 你看他贱人就可以捅 诶 中路又换个目标 炎雀下来 沙皇推 高德这一波幽默了 诶 终结 不是 怎么 看起来 有踢啊 华彩定 定住了卡丹威 贾克斯下来 卡丹威这个位置还是很肉的 一脚踢 没有穿到如冷 如冷回身腐败 昨天定出来 王迪 王迪 勾一下强 路上已经太太被带走了 王迪 已经没有战斗状态了 卡丹威扫出自己的心愿护卫 一换零的团战 还要继续吗 华彩这一下也没有定到卡丹威 好在卡丹威够肉 但要被发现了 这一波 扫到了 知道你在草里 怎么说 A一下 W中就要戳了 直接戳上去 三枪 横这个位置 泰坦来救 好W 直接不让你摸 泰坦过来 横这边被敲铃铛暈住 摸一下队友 卡丹威的浮争电刺又中了 进这边 滑彩 留一下卡丹威 转身给了个中间沙皇三剑了 对吧 是 这个三剑还是挺关键的 华彩 逼出大招 但是正面一代Raw 其实血量还有一万 但芒僧可以从上面过来哦 而且汪帝是可以插眼的 看到了 龙在打 下来好早啊 芒僧 4000血 正面打起来 牛头扛在第一线 先把龙撕掉 岩阙在侧面消耗力波 微味的 沙皇一个推 推得非常不好 自己飘移飘移走 微味的走不了了 这边下去 确实有点急啊 可以看到 哦 里面有W闪 那又一波了 上路有双T Stay这个位置 跟泰坦都是有闪现的 亚高走过来 泰坦勾一下墙壁 先往后扯 帮队友挡一下技能 恶虎实验把他拉了回来 往底交闪现 躲在牛头的二连 但他们并没有伤害去处理 噢呦 这个虚空小儒手 打了泰坦一攻 这个虫确实在塔前 是能挡进技能的 是的 进交闪现 这一枪崩掉了 身上的赤天使护盾 但也只剩下Stay一个人 在高低下面 顽抗被入了三下点死 那最终我们要恭喜京东 2比1 拿到这场BO3的胜利